好,上星期做过简介了吗? 今次就玩了里面的乾坤 很多形态 这个系列似乎是长出长有 首先,我已经拆过来玩 很棒 就放不进去 因为这两个东西合起来,我就拆不开了 你有没有试过? 暴力出奇迹? 真的很暴力 但我怕它中间有一个关节 我怕暴力的时候,我怕狗弃它 在这个位置 算了 是吗? 真的好 拍给大家看看 大家真的说有玩在手的话 它这个位置是他妈的fit 你一插进去,就好像狗弓 什么? 就拔不出来 所以你要小心一点 虽然没有刀刺 但是有点难度 你先拆住主体 好,那我试试拆吧 拆完我们又要拆回来 起码小小力 我想今次其中一个卖点就是有 一个车韧 我觉得它是其中一个4� ess对 我 我們傾向越來越,真實是實質的 沒錯,其實我是買的 這也是另一個方法 在桌面玩 在桌面玩 這也是大家耳熟能場的骨架 這次,看看大家能否認得到 這次的主體是有紅色的兩種類似角的東西 拿出來的時候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造型也不錯 有些部件要自己裝嵌 例如這兩個機關砲 這也是需要少少的裝嵌 這兩組飛彈 還有這兩把刀 也要拍攝這把刀的刀刃是有上銀色的 看看是否清楚 這個是小腿的裝甲 這個是肩膀的裝甲 謝謝 這次的著色 雖然不會有很多地方會上色 但它的成形式看上去很舒服 如果我沒有記錯 和上次的潛水艇都是同一種顏色 還有人仔是灰色 還有紅褲仔 而且很仔細 頭盔位上色很準 這次的QC真的不錯 好 玩什麼呢 簡單一點的就是機限型態 機限型態 簡單 最簡單 就是這個裝甲 夾夾夾夾夾夾 這樣才可以拍攝 這樣才可以拍攝 拍攝 然後裝上下盤 來 YES 我之前收了手掌 就要做出手掌 手指的造型也不錯 這是基本裝備 輕裝型 人形態 可動性方面 摘個馬就差不多看完 基本上 如果純粹可動性 它都給足一個機械人應有的關節 也沒有什麼 腳 不需要有懸念 你想想如何平衡 好 接著有些基本裝備 是屬於這隻 嗯 剛剛這個肩膀 這些都可以說是裝飾 但裝了就漂亮很多 有一個深淺色的對比 還有一個小腿的裝甲 旁邊是可以放一把刀的 這樣套上去 這樣 這個就是機械人形態 另外一道忘記說的 可否現在講到最後講 就是這個核心 也是有戰機形態的 是 不如獨立說一次 拆出來 因為很容易 所以沒所謂 這次這個 我這隻 拔出來要少少力 是不是都要多大力 我這也很大力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坐一個人仔 我覺得這個設計很巧妙 小得來有 剛剛好 不過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它那個人仔 經常和我的機器 和我的顏色 就不太出 我就喜歡玩 壯色 最好 你的戰機是藍的 如果你的人仔 上身是橙的 那就會出一點 這是你的Fashion Sense 不是 純粹是想看到的 好了 再裝上這個炮 在前面 就是今次的 獨立戰機型態 可以把這個放下來 也可以 也可以 你當它是藍 也可以 公司就當是藍 好 我又裝上去 多快 快走 好 接著 大家當然看到的 就是那個 後面的彈器 我沒有特意夾緊 免得一會兒出事 不要緊 要整實 好 都好緊 先裝上這個 算了 不要緊 始終不是自己的東西 我牛底 不要緊 你有一套一模一樣 哈哈哈哈 我又變回人形態 收音可以嗎 今天沒有 是的 你見到桌面很乾淨 所以可能要大聲一點 抱歉 不好意思 好了 接著 就可以組裝了 嗯 你看到剛才的工具 譬如說兩個隔離式機關牌 可以拆出來 擺在手持也可以 擺在前臂也可以 我自己選擇前臂 感覺就好像 暢快一點 首先 裝上去之後 的而且後面 真的有很大招物 沒辦法 但它似乎 你當它是第三隻腳 這是必須的 因為你其實背了這支東西 你不可能知道 但你可以的 你向前傾 對 不漂亮 但譬如你顯示的時候 可以有第三隻腳 所以它的構思是很精巧 對 這個呢 同時間 也是一支炮 這裏很巧妙地做了兩個 好像 這叫什麼 握著一個槍柄 對 這隻手 是可以握到的 因為它本身 它那個 可以前後退 變了在玩的時候 都多多藥 花神 挺個人的 一個長套模式 真的不錯 挺有殺氣的 這些好像在高達世界 才會見到的兵器 對 變了一個長炮 對 挺有型 殺傷力不長 不清楚了 主要是這個 持鬼炮模式 應該是最強的武器 挺有型 好 繼續 繼續 這就是這個 它就有一個 類似是中間的形態 每次都是這樣 每次都是這樣 基本上都沒有和你擔心 對 其實都沒有 我玩一輛車仔的那個 很順 首先把它握回機頭出來 然後呢 你可以 首先就收起手 好像對 這樣 不過要有指甲就好一點 我有 話說回來 今天我們做Live 因為是星期五 我們就不會有Live 嗯 剛才都說了 因為都知道大家 要和家人做節 我們都不想妨礙大家 說到幾冠冕堂皇 是 其實我無所謂 因為我老婆拋棄了我 不是拋呼氣子團 不是拋呼氣老團 拋呼氣老團 我都深深感受過 都不止一次 風流快活 你見到我老婆 好了我 沒有了我 我拖她去 完全享受到那種行山的樂趣 真正 不會有人拖著後腿 是啊 不要提 I am so sorry 沒有用的男人 我老婆不看 所以都OK 多謝Ri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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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中間形態 中間形態 中間形態 腳的設計 你可以當作固定器 然後可以變成爪 一雞幾尾 都想到很盡 是 多好 這樣就可以了 又不突圓又好 好像剛剛這樣 振過來 油檔炮也可以 不可以 遮蓋著 大佬 不知道 然後呢 最終是飛行形態 飛行形態很棒 正的原因是 連這一架也沒有了 其實這個是主菜 我覺得 整個設計的賣點 就是多了這架 裝甲運兵車 都趁這段時間 close up 看看 整架車的造型 是完全沒有偷雞的 你只看回車頭的著色 和車頭燈的點絕 多麼漂亮 炮口 亦可以上下左右調校 當然不少得 當然是駕駛艙 蓋起來 非常英俊 重點是什麼 多滑 多順 當然是多人 是 不過這次內裝的駕駛艙 很簡單 因為曾經有些機體 某些型號 駕駛艙是比較巧舊 多一些浮雕 令你覺得精細度滿滿 今次這架車仔裏面 比較抱歉 抱歉 有什麼外形 我都沒有投訴 坦白說 看不看得到 這裡有一個 起落架 是給車仔上的 後面有些洞 其實就可以吃到這個位置 有個筍 這個會不會頂住 這個炮 這個炮可以怎樣 可以拉回 怎樣 收回去 這樣會好一點 是 因為我始終很沒耐性看他 戴阿窮系列的說明書 畫得很差 而且他很無聊 他舉高一點的東西 他又剩一張 剩一格 剩一格 一些小的動作 他會當你是白癡 但他又當你是 怎樣說 他是周旋於天才來白癡之間 有些時候你又很難看得明白 有些時候你又覺得 需要不需要畫出來 搞到本事這麼厚 但他由D1開始 這個系列都出了這麼多年 沒有採線過 沒有採線過 他說明書的風格 他也是堅持著的 沒有了 就是這架 運輸機 多棒 軍事味濃之餘 換味性非常高 這件事我真的比很高分 外形真是 每一個形態都不能輸 今次這架和上次的潛水艇 我錯過了潛水艇 真是糟糕 他應該會出另一隻色 我等他真的會出海軍式 看看有機會 應該會 這兩隻都是我最愛 這隻就不理會 真的很漂亮 他的顏色也舒服 所以都入手 不要說 好了 今天太多話要說 待會見